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3日 这个新春假节啊 人们都心情非常的愉快 但是网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息啊 非常负面 令人心理心情沮丧啊 甚至愤怒啊 今天看到了一条消息啊 也就有人在网络上再次发布了消息 说是李连杰病逝的 而且还发了一张图片啊 图片比较模糊 好像是造假啊 应该是造假 这张照片啊 这个接着呢 据说是还有一些照片呢 被披露出来 是李连杰的亲友发布的啊 这个似乎显示就说 这个情况并不属逝啊 因为如果说他家里出这么大的事 那他自己的那个女儿 这肯定是小女儿大女儿 都肯定是很难过 不会把这些 记录往昔的温馨岁月的一些图片 现在跑出来 果然今天是另一个网站 是国内的搜狐网发布条消息 讲到说 讲到啊 说是网铺李连杰 患骨癌病逝 本尊年初一发照辟谣 笑着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搜狐网站发的消息啊 但是李连杰的确是显得非常帅老的啊 请按照理想 李连杰这个应该是很年轻的 这个怎么会这个满脸皱纹啊 头发也没有了 这可见身体状况令人堪忧啊 但是这个并不能是 呃成为一个就是说被别人经常啊 这个诋毁啊 造谣的一个理由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动不动就有这个网上消息 说李连杰病逝 我认为和他这个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有关系 虽然才58岁啊 但是他以前 这个据说是患有这个 这个贾康啊 比较严重啊 正在治疗啊 也有的报道说 他治疗已经获得成功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肯定根据网络上 经常发表的照片 那已经是极皮稀皮了啊 判诺两人了 但是实际上也很正常 因为随着这个 虽然老的灵机 人都会这个发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你想你这一身这个机器 这个奔跑了这个六七十年了 他是五十多年 怎么不可能 怎么能不睡老啊 怎么能够不出问题呢 每个人都是这样 岁月是无情的 何况是李延杰 这个从事电影表演的 这个磕磕碰碰都是难免的 那么当然他以前的形象 那是就太漂亮了 给大家看一下 他和他的这个家人啊 朋友啊 太太等等这些照片 那么本人认为啊 李延杰之所以有很多人愿意给他造谣 还有一个人愿意 就或许他在以前这个漫长的演绎生涯当中 这个得罪了得罪过人啊 因为影视界啊 这个还有武打界也好 等等啊 其实都是名立场 既有名有利啊 既然这样呢 那凯定很多人都想 在这个领域当中 吃啥风云啊 获得成功 让外界认同 那你在这个 李延杰在这个领域当中 占有这个 占有一喜啊 曾经这个生命险恶 那别人肯定是不高兴 就等于抢占了人的蛋糕了啊 还有一个 难免在工作生活当中 和别人发生矛盾冲突 这个甚至家庭生活啊 婚姻生活都有可能 那有些人可能有一届 有一届人们就容易 搞出这么些新闻来 再加上知名度非常高 搞出一个可能就 看的人比较多 不会眼穷嘛 这也是一个原因啊 我们知道 一般来讲 影视界的啊 这种情况 还不是太突出的存在 最突出是政治人物 你比如说江振明的消息 动不动就出来 江振明拜拜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任的期间 这个搞出很多 这个冤假错案 内政外交都有 这个严重的啊 这个失误和罪行 你比如说是关于 这个黑龙江大片的土地啊 就划给这个前 前苏联啊 这个俄罗斯了 这等等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打击 镇压 异议人士 镇压法轮功 尤其是镇压法轮功啊 法轮功现在这个 学员啊 流亡到全世界各地都有啊 中国国内的 这个31省 自治区的监狱里面 都有关押 这个法轮功的学员 因为他们本身有信仰 特别执着坚定 总共对他的打压 也非常严厉啊 因为江泽民一看 你这个法轮功 这个组织能力 影响力 感召力 比我都强 他分为恐惧啊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 法轮功这个 被镇压最严厉的年代 为什么这个 有一些这个 中央电视台的领导 调到政法委去当 当领导了 为什么 共产党既需要 骗的一手 又需要抓的一手 就需要这种人才啊 既在宣传部门干过 会骗 又在抓人这个领域里 干一干啊 这压老百姓 所以就选了李东升 又由于你 你做的这个事 作恶多端 知道的事太多 知道这个 比如说 天文自焚 比如说 他假如是他策划的话 那肯定这里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秘密 人家先利用你 来实施 这个行动 最后再把你 关到大牢里 让你什么呢 限制知情范围 让你把秘密 烂在东西里 随理军也是这样 由于江泽民 搞这套东西啊 就是 无所不用其极啊 也是 犯下滔天罪行 所以 人恨他 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一些 一些故事 死了 一会儿死了 一会儿倒了 一会儿就 是怎么样怎么样 故事很多 表达了人们 对他愤怒的心情 那艺人 竟然不同 艺人 他没这么大的 对社会的破坏力 但是不要忘了 有一些什么呢 刚才讲到 那名利场 他又过人了 你看现在的 年轻人 小孩 你问他 你将来想干什么 理想是什么 保证大部分都是 当演员 尤其是国内的孩子 孩子们 因为这个 是个捷径 只要扭扭 跳跳 唱唱 蹦蹦 就可以称名 又可以 拿很多的钱 又可以 享受别人的 羡慕的目光 所以小孩们 把这个当成一个 人生一个 高远的目标 伟大的理想 很多人都在这样 千千万万 过渡目瞧 你看北京的电影学 招生的时候 那些 漂亮的小男孩 小女孩 那都 驱自若鹜 那真是 这个 正先恐怖 一定要想 这个 成名 一旦挤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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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途径呢 有了希望 不惜任何代价 这个 贿赂啊 还是 是这个 各方面的 这个问题都有 存在 尤其在中国 这个 这个社会里面 你想 共产党把这个 政治领域里的 竞争的途径 全给你 挤压 没有了 只有入党才能升官 升官发财 那么 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 对立党啊 没有这个 在野党 公开的在野党 那么 这个 老百姓把全部的欲望 都挤到什么 罪名助力 就是在物质享受 方面 那肯定了 在演艺期 这就是一个大眼缸 一个 争夺最激烈的 大蛋糕啊 流着 这个浓浓的香油啊 人们都眼就发烂啊 所以 你李连杰成功了 那别人 就等于别人不成功 肯定挡住别人的路 那肯定有一些人就 制造一些谣言 再加上 李连杰的确身体状况 令人 这个感到就是 碎了 太厉害 有点反常啊 你看 我看到这样一张照片 这个李连杰 这个形象 确实是 有一点就是 让人感到 感到意外啊 据说他现在 好像 身体状况好得多了 多次出来 还要上别人声明 我还活着 你看 这就好多了啊 但是仍然可以看到 这个 呃 皱纹啊 这个很多啊 所以说 这充分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这个社会上的一种 这个 非正常的一种心理啊 那么今天是 大年就是过节了 这个 李连杰 这个所谓 患骨癌病逝 肯定是一个假消息了 假消息了 因为国内的官媒 已经 出来辟谣了嘛 而且 似乎李连杰 已经 适应了这种 舆论环境了 还出来 笑呵呵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这一时间 就值得大家 关注的新闻啊 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